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7号凌晨的消息 伊朗当天已向福尔道核设施内的离心机加注油气 这也就意味着伊朗方面开始执行伊朗终止旅行伊核协议的第四阶段措施 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7号凌晨也发表声明称 开始向福尔道核设施的离心机注入油气 这也标志着福尔道核设施正式开始油浓缩活动 同时该组织表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的 此前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称 根据伊朗总统鲁哈尼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 当天上午伊朗原子能组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 已将总计2000千克的六孵化油运地福尔道核设施 用于油浓缩活动 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表示 伊朗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的做法 是在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欧洲国家没有履行协议义务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 符合伊核协议 作为对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的反制 自今年5月起至今 伊朗先后分4个阶段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涉及伊朗浓缩油和重水储量限制 以及油浓缩风度限制 伊朗福尔道核设施 位于伊朗城市库姆东北约32公里处 此前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军事基地 该核设施处于山区地下 位置隐蔽 不易受到导弹等袭击 在伊朗保住所在路下 位置隐蔽